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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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下午的話就是會 因為早上都要講肝癮 然後我們下午的話就是講食物的部分 食物的部分就是要會參加休息口 那休息口的話 我們下午看三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是比較簡單 但是不是只有做好工作 就是說 例如說 現在真的做一個問寶寶 就是用現成的問寶寶 把一個寶寶寶挖出來 然後再看說 你怎麼用這樣的一個 藉由一個這樣的機制 來把一個延長的看法出來 然後就是說 長得不叫那個 那麼 月區中有一個叫 GD跟PAS的法寶寶 就是來的 當一個Modine 就是真的可以有難 有書面記的例子 然後最後是 那 那 不管是WebKit或WebCore 那 在那個 WebKit其實它在 GDK上已經有一個不錯的意思 大概已經過了一點點多了 那 整個WebKit它其實分的好幾個部分 其實都跟JarsCore相關的部分 叫做 JarsCore 然後另外一個WebCore的話 是跟那個content相關 然後 然後 在WebKit앙GDK的頓置來展示的話 它其實有把這個WebKit 把它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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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的部分 其他你喜歡的操作嗎? 像我來建議那個Signal 我可以去 看那個Signal 然後找到Signal的步驟 然後甚至你可以去註冊 扣貝的考驗 你可以註冊你的扣貝考驗 然後做你期望的一些動作嗎? 簡單來講的話 基本上你要做 你不會不知道什麼 基本上你只要做這幾件事情 這個語法是那個大內的語法 跟那個C的語法不太一樣 我不知道考驗人要做什麼事就好 基本上Wabbit它其實也是一個ManoQ的一個架構 首先ManoQ的架構就是說 你要考驗人它Q在哪裡 就是你能夠看得到 可以掌握人家在哪裡 然後它的Mano在哪邊呢? Mano很難起來就是整個Internet 它常常是透過WebKit裡面的WebView 然後打開一個網址 然後之後網路瀏覽器就用不覺 從網路上看過資料下來 然後就可以做顯示動作 所以就發現一件事 基本上我們要做的動作其實 其實是很單純的 就是說它還是有一個GDK一個Main Room 然後你需要一個 你需要建立一個外礦嗎? 這樣也有WebKit才能夠做顯示嗎? 這邊承受的就是稍微快速帶過 你等一下回頭來看整個 整個米高西部的流程設計 像這樣的一個WebKit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發言 就是說包裝得好的引物 引物那個元件 就像這樣的WebKit 包裝成一個G-Object的其他一個物件 這樣把它包裝起來之後 你就要注意看 它可能可以看到 它從裡面先建立 建立一個WebKit的物件 WebKit裡面View的物件 然後建立之後 我們看到View在哪一邊比較 在View這邊open之後 那因為外面已經有一個外房 就可以做顯示 這是西原版本 西原版本比較 比較擁長一點 但是基本上要做的動作是很像的 基本上這個西原版的一個小型的包裝 基本上就是這麼幾盤 剛好一目列出來這幾盤 那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 就是GDP要做那個initialization 就是這個 看來有沒有腳上有提過 就是一開始 看來有沒有腳上有提過 怎麼變這麼笨 好 在這一行嗎 就要做那個GDPC的那個initialization 好 就這樣一開始 還有這個init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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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我把它電腳電不到 然後後來我們會發現 最有趣的就是這一行 其實這一行 其實這一行就把Pulse的主題做完了 就是 就是這個 那注意到我們早上講到一個管理 就是我們用細源來形成一個物件檔項 它的觀念其實就是說 它這邊我們 我們要去產生一個新的FMVP FMVP跟FMVP的物件名字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物件出來 這個物件名字叫FMVP 然後呢 我們流暖器當然是需要一個外語桶 所以我們這邊需要一個GTK的GTK的高度 所以我們來看 那另外一個物件還叫FMVP 那同樣的 這樣就是GTK流暖器 我們先來是把流程的表現出來 然後我們暫時再錄完這個 裡面帶入的產出 可是我們發現 這最基本的它就是兩個物件 然後而且這兩個物件 其實在錄掉完 就是其實這兩個物件繞完的時候 差不多那個主體 就是程式的主體 就記得在Ui的設定很準 基本上在這邊我們看得到 就是我們就看到說 GTK已經準備得差不多了 因為它一個外框 然後在裡面 會補到什麼content 那後面這樣呢 做一個動作 就是說我希望呢 我這個保護者呢 一旦按下那個關閉的時候 你平常收到這個關閉的訊息的時候呢 他能夠去處理 所以他會收到一個Synoma的名字 叫做Soil 說一個Windows 可以關閉的時候 看我希望會 會互交到我們 一個口袋上去 這個好像是自己寫的 他的Hallover實體在上面 就是 他的Hallover實體也是很單純 沒有下來 他的Hallover其實很單純 就是一個Hallover出來 然後就把GTK 離開GTK的那邊 就是GTK整個用C來 用C來做部件導向的動作 他要拿到他的一個 就是 部件的一個資料 然後 你要估計到這個GTK裡面的一些方法 就是 一個指標再進去 然後他的參數 所以我們在之間 他那個Size是 680x480 就是 8680x480x5 然後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 做一個 Hallover的Hallover的動作 然後 這個時候可以去查 那個GTK的 那個 680X3 好 好 OK 起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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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在這邊看到就是說這個GTK window GTK window是讓它是一種GTK的container 既然是GTK的container 我們把它點進去 我們點進去可以發現一件事 它裡面有一個名稱叫做GTKContainerA 可以看一下它的製作 它就是說把一個Vit放到一個container 所以Window呢 Window本身它是一種Container 既好比 既好比可以把SignAnt是一個抽象盒子一樣 所以做抽象盒子你也可以發的東西 既然那個GTK window是繼承的 它繼承了GTK電能 所以它也會放東西 那我放東西就是放一個 放一個外皮Key進去 那如果Key的Vit放進去 那如果Key的Vit放進去 那一旦你把它放進去的時候呢 其實你會發現它整個 它就會有那個重塑管件的解決 就是它會找到它的Pilem的利用 還有HR的利用 但是它在Pilem的利用 但是它在Pilem的利用 就是Pilem的利用 所以它在Pilem的利用 就是Pilem的利用 就是Pilem的利用 HR的利用 因為它會跟你講說 你看它怎麼排 你排除去排右邊 那這是我今天用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 所以看到這一行就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了 就是這一行呢 把GTK的那個利用 把它轉型成那個GTK container 那做一道轉型 它是用訊息 這是用信息源來寫OP的一個方式 所以它把它先轉成一個 轉型的 它你可以不加這個 但是它還會出現那個 幾道訊息 所以它就是用那種一字的方法來寫 就是你先把GTK的那個 它是繼承式Container 但是我希望它可以 我們講那個ContainerA的這個 這個等生 然後它加這個Vidget就是一個WebView WebView就是讓我們選到在 選到在這邊 一個Boss的一個 一個本質 呈現的外觀部分 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這個 就是GTK的Vidget 這個需要款 把它這邊寫得出來 那因為呢 今天這個GTK Vidget 裡面有一個GTK的Vidget 所以你把它寫出來的時候 它會從 從外 一路顯示到裡面 所以它會從外觀 然後裡面外觀 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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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GTK的整個Ui的配置 進去差不多就完成了 但是我們今天設計的是一個 Boss的規管 所以我們現在做一個測試 去把Uri把它打開出來 就是一個網址把它打開出來 把它打開出來 看它的設計 就是我剛才那一支程式 然後編輯之後去執行它 然後就打開一個Local的檔案 Local的檔案叫做就是這個馬利歐這個程式 馬利歐Small 我可以做一件事就是把它對照一下 就是你可以用Fibus去看 那基本上這個程式是網路上一個JavaScript的辦理 這個是WiWi主 然後你會發現今天很有趣的是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Web可以選擇 其實到處都鎖在 因為這樣的Web應用程式要修改它的外觀是很簡單 要怎麼去修改呢 就是你把它HTL收拾後打開 然後該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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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去修改那個Web就修改Web 那就可以修改CSS 重點是會改這個很文比 會改GDK的很多很背 然後重點是呢 如果你可以把車子改成這樣的話 你就會加那個R 然後你再去自修改 OK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WebKit的版本 剛才是Fibus 我看WebKit 那在WebKit來講的話 它其實 我剛才按了16鍵 就是螢幕右鍵 按螢幕右鍵 其實它這幾個就有那個sign handle 所以我就注意到寫的比較漂亮的那個 寫的比較漂亮的那個 寫的比較漂亮的那個 G-Object包裝 就是你寫一個 G-Object的一個意見出來 通常呢 這些不管是GDK內建的啦 然後不是像那些 我不所持的那些DW 或是一些擴出的 像這樣 其實它自己都有自己的sign handle 但我們按右鍵的時候 sign handle 就是有tiles 顯示一個畫面旁邊 或者是一種 好 這個 就不用看我們的 然後呢 我當然還可以看別的那個 像我們可以看到說 網上有一個 叫unline unline 就是另外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 JarSquare的一個範例 就是一個那個 射擊的小遊戲吧 那因為我剛才 你剛才的程式裡面呢 我剛才的程式裡面 是可以吃那個 URI的 就是說如果那個 如果你的AR機器大一二 就是你還有多一點參數的話 你就你會去載入那個 你的 後面那個網絲 好 所以發現 這樣子開發一個應用程式 而且你可以用線程的 好 然後 你可以把那個 像我剛才那個 我剛才那個範例 就是說 然後 那在範例的話就是直接 開啟一個HT的檔案 然後各位可能問說 這樣子遷入一個 我可以遷入 他需要畫多少 綠售紙 我會給一個參考數據 那個 大概400MHz的 400MHz的 400MHzDL的x86 然後顯示是VGA顯示的 就是VGA的人解析度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跑得很順 我 有一個客戶就是 把HT改一改 然後直接放到那個 他們一個 一個 一個 網絲應用裡面 然後 自從用網絲應用 那個工程師就很開心了 因為 這個都可以外包 然後外包 外包請 那個 外包請外面的人 就會可以去演畫一畫 然後 然後你想說 欸 這個 UY畫出來之後 有個麻煩的地方是說 裡面層層有層 因為他們要設計的東西 是一個檔權 就是一個 就選單 選單 1 2 3 4 那1 2 3 4 比方說4要開啟力量虧了 那你要怎麼開啟力量虧了 所以呢 這兩個地方就是說 你要找到那個 你要找到他整個 物件的那個結構 就是這個 就是 你要找到那個 1 就是 Document Object Model 就是 找到說 HTL裡面 它是在哪裏 那這個 在那個 WebView裡面都 都可以查得到 所以你可以 在那個 WebKey裡面的 那個檔檔裡面 翻到說 要怎麼去查詢 查詢它裡面的 內部的 鈕式結構 所以我們來回覆一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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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程式的一個重心 這個小程式的重心 第一個就是說 在你要揮畫這樣一個 一個程式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先看Cole 我們再來看 要怎麼去思考 因為其實都是 就是說你要怎麼去思考 這樣的一個程式 寫法只是一個 一種表示值 表示值 表示值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 很經典的一個 結論 通常你要寫 有Windows的程式 有Windows的程式呢 通常呢 通常會先建立一個 GPKWindows的一個實體 那一旦你建立 GPKWindows的實體的時候呢 通常WindowsManager 所以就幫你把那個 外觀 還有那個 視窗這些 資訊把你設定好 所以 這個是在這一行 就是你要去建立一個 GPKWindows的領域 好 那我們再看那個 GPK的 部分處理 系統 有關 我們要去做的 什麼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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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選擇 看這個 你選擇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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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我可以對照審視來看 看它就是要建立一個新的GTK-Vingo的一個實體 然後這邊看到它會跟你講說它是一個Tub-Level Vingo 基本上這個屬性只有兩種 一個叫GTK-VingoTub-Level 一個叫Pub-Level 這個Pub-Level跟那個按右鍵跳出來的那種Pub-Level不一樣 這個總之不要把那個跟Menu的那個Pub-Level分配就對了 一般來講的話很多是設定屬於Tub-Level的一個Vingo 也就是說這個Vingo在建立的時候 一旦它跑起來 一旦它跑起來它就會尊重 自創管理程式 也就是VingoManager的那個安排 它會幫你建立說那個自創牌的階層 像我在這邊按Occation的Vingo程式 它會按在上面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話就是做一個 要求建立一個新的GTK-Vingo實體的動作 就是設定那個GTK-VingoTub-Level 然後它往代入參數是GTK-VingoTub-Level 然後再來是說 第二個要項就是說 你要想清楚 我們現在要放在前面去安排 像我現在安排的想法是說 如果我一開始就視窗這麼大的話 我就希望在這個區域去顯示VingoTub-Level 然後我記得VingoTub-Level 然後我講錯了 去念出一個object出來 按得出來 所以他們這個物件還沒伸出之前 是沒有那個刷的 好 那 所以這兩個基本上就是在做這個 UI設定的動作 一部是在這裡 第二部是在這裡 那 那後面的話還是延續這個設定的部分 但是我們就要想到一些復用性的部分 最簡單的活動來講的話就是 你最起碼要一個應用產生的部分關不掉 不然你永遠就限定到這個Main rule裡面 你剛才希望說我按個AutoEV4 或者說按下這個關閉鍵的時候 它可以關掉 或者說它要顯示一個提示磁瘡 比如說是否要關閉這樣子 你看你能夠收到這個訊息 所以基本上我們要對這個Windows的主題 我們要做一個 看一下先找到它關閉的那個 那 那 關閉有多種 那我這邊是選擇就是 呃 視窗本身它 它就會有一個關閉的一個式 對 但是我們這邊用比較通常的方法 就是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 如果它這個物件不見的話 它這個物件都關閉是 就是它已經關閉了 已經消失了 消失之前那個 消失了 就是收到車輪 就把那邊路的跳出來 比較簡單的做法 好 那再來是說 我去設定那個 GP的那個 關閉標準 那 這邊有一系列的那個方形 那 我們這邊設定的話 是Middle的那個 Middle size 然後 比較好的一個寫法就是說 儘管它這邊 接受的那個 接受的物件的形態是 其實可以懂 應該是做一個 要求轉型的動作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 如果轉型失敗的時候 系統會出現 會出現錯誤 比方說你不能把那個 不是Container 不是Container Subpress的那個 物件把它塞進來 但如果要這個 如果你隨便帶入一個 物件啦 比如說一個GW 就把它放進來 然後它會出現警告 接下來就是這個 A的動作 好 這個是 這個是 一開始的 B版版 然後我們會想到 一件事啊 就是說 我能不能做 把這個程式稍微做一下 修改 就是讓它 讓它切割 左邊呢 左邊放一個元件 不要說你會放個 按鈕 左邊放一個 GWK的板子 然後右邊呢 才是把我們的 那 做這個動作呢 是不是你要 牽扯到 你是不是需要另外一個 另外 需要另外一個Container 也就是說 你要 花一點時間去 克服你的 版面配置的問題 比如說回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需要 讓這個程式可以這樣 本來是一個 圖片圖佔一個GDK window 那你希望 它可以左右這樣切割 希望我 是不是要找到一個 一個機制 那我看到 有類似這樣的一個 Widget 就是它可以 水平的切割這兩部分 所以左邊呢 我們放 不要說放過8燈 右邊就放過8燈 好 那這是我們 期望的版面配置 你不要再想一下這個 這樣的程式要的捲帶 好 好 我先把比較重要的地方把它擦掉 好 因為GDK window 我們已經知道了 然後就不用管 所以原本 有的code就是 GDK window 然後 WebKit 所以現在要新加什麼 就是 這個要新加 所以 這邊你需要一個 一個 水平切割的一個板子 那在GDK裡面 它這個東西叫做 HBuds GDK裡面有一些肉錫 為什麼叫做 HBuds 就是因為縮寫 那為什麼GDK裡面 那個每個 命名稱 已經那麼長 為什麼這個 為什麼這個 是用 比較短的名稱 就是因為 在GDK之前 GIMP是用 Motiv去寫 Motiv Motiv的話 是在那個 Uni 池上很有名 那個GI 是一個 很有創意的 那個 所謂很有創意 就是很天才 這個 Motiv很天才 就是 它debug非常非常難 不然它命名也是取得非常奇怪 那GDK就不喜歡 命名傳到 它裡面有些奇怪的 所以有時候 你會看到GDK裡面 有些命名 覺得比較不理智的 情況 多管 那我們現在 我們需要 這樣子把它切 就是你要建立一個 這樣的一個 Fudget 再把兩個 再把這個 把一個 都塞進去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層上不來 好 這是 已經改好了 然後 將這個層上不來 在解說之前 我們先來看 我們看過 我們有講到GDK建立一個新的GDKWindow的instance的方法 然後也有提到把所有域據顯示 然後還有WebView的部分 這幾個部分我就沒有看了 這幾個項目其實都沒有看的 如果我看到新的項目在哪裡 新的項目在... 新的項目第一個就是 我們找到一個發展 因為我們期望要 準備要發展發展進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H-Bus 希望可以這樣左右結合出來 那這樣的一個content的模式 也是一種類型的 但是它的比較特別 它屬於content的類型 所以我再建立一個這樣的一個模式出來 那我就直接把它叫box 那接下來我們來想一個這件事 就是說這樣的box呢 這樣的一個... 還有這個... 這樣的一個box 它昨天放... 有6個放兩個不同的物件進去 那最後這個... H-Bus呢 也應該要放到... 這個... GPKLiddle 那個institence 裡面啊 否則它福大正確的寫出來了 好 所以我們來找架齁 就是這個box 這個box 然後我們用box去搜尋齁 那我們用box去搜尋的話 呃... 寫著它是一種... GPKLiddle 然後我們把這個出來 好 然後... 我看到這一行喔 在我們前一個程式裡面呢 我們加入的是那個... 加入的是這個... 比如喔 就是... Web Viewer 這個... Web Viewer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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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Viewer Web Viewer 這個... 我們把這個box加進來 就是相當於是... 加入這個... 一個... 一個... 這樣大的一個區域 好 然後... 再繼續... 繼續追蹤這個... 這個部分喔 就... 是不是還有一個... 把box放進來... 好 我們在這邊找到... 就是說... 我現在... 先不看那個... 那裡面那個... 這個... Function Code喔 因為我們等一下... 查那個... Rubans menu的時候... 再一次把它查到... 所以... 看到這邊來講到說... 它... 會有一個...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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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進來... 那... 同理呢... 就是有一個...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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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實... 瞧... 一下... 把... 按下去... 這個... 這個... 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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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把... 按下去... 好,那我們剛剛來看到是 我們剛剛注意到這個Budden Budden是什麼時候被加入的 Budden一開始呢 就是由這個方式去建立一個 GDKBudden一個方式 GDK的命名其實都是這種 比較能夠忘文生意 GDKBudden沒有的話就是成了一個物件 用後面加一個建立的方式 例如說我們BestNable 就是說建立一個Nable 然後發生意 你會看到說 在這邊間諜的Budden 它就是有一個NableName 在這個時間把它 把它架進來 然後你可以試著把它移除 看看它會成功變成變化 那就 如果你把剛剛那個A的動作打掉的時候 你就發現是一件事 就是這個HBus呢 同樣還有存在 然後它同樣還是怪怪的可以按住 又把你把物件綁進去 可是呢 因為它一直看到 它一直看到一個物件 所以它就 加入OneCare的物件 很像有左、右把他開啟 那我們現在有對幾個方式比較移過一點 很像這個 這是在GDK GDK GDK那個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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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 H BUS H BUS 4 monte 1 1 1 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它在這邊呼叫一個 一個 function core 它叫GTK-Bus-Tech-Stand 我們看一下它裡面 接受了這個 一個 function core 它叫GTK-Bus-Tech-Stand 我們剛才已經知道它的目標 希望我們可以加入新的位置 我們可以進來 不然它是8層 不然是1KID 1U 我們可以把它一起加進來 所以重點是這個 重點是GTK-Bus-Tech-Stand 所以它這種 看GTK-Bus-Tech-Stand 也不是要 它要做什麼對照的工作 我們將進來的那個 H-Bus-Tech-Stand 是那個水瓶 水瓶排放的 它是屬於GTK-Bus-Tech-Stand Supply-Tech-Stand 就是這個H-Bus-Tech-Stand GTK-Bus-Tech-Stand 那GTK-Bus-Tech-Stand 本身就是有一個機制 可以能夠去指定 就是要去加入 把頂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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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頂都系統 然後 所以我們 Hierition 就是屬於GTK-Bus-A1 所以像剛剛我們放一個的話 就是為了你用乖乖的它在旁邊 而在後面的話 它會被掛出一些屬性 那這些屬性基本上 看看需求 這個就不是在我們主要探討查裡面 我們今天要探討的範圍是說 我要怎麼去探討一個 探討一個機流程式的等版型 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要在意的是說 這個GTA的版本就可以知道 因為在很多情況下 很多部分都 其實本上都是因為 要不是GTK你也建討 要不然就是有範例可以改好 那你要怎麼去整合它 要怎麼去把這個相對外線建立起來 就是這給我講題 好 那我們剛才解決這個 GTKBUS的PAC的Stuff 所以它對BUS啊 就是水質啊 水平的都可以適用 那有注意到我們這邊還特別做一個開始的動作 補充 補充 一開始建立的是那個 SBUS喔 小星層 那個GTKBUS喔 然後我們這樣回來看這個 這個投費房具 就賣這個我們都注意到的投費房具 就是這個好了 我用這個投費房具 然後我們回到早上講的那個概念好了 因為早上是打算講一些基本的概念 因為基本性的概念不管是GPK或QP都適用 我們早上談到就是這個Signal Signal盤可能是Witch完成的動作 比如說這個Witch被chir掉 或是他被按下 或是像那個chirper被打工 一旦完成環迴動作他會送出一個形容出來 然後或者說一個跟Witch有無關的項目 就是比較一般性的畫素移動工作 這種一般性的一個題目 但這個完成的時候也會送Witch出來 但是他跟Witch有無關 他一個是跟Witch看得到相關的部分 因為是跟視覺比較沒有不直接關係的部分 不管總之有Signal盤過來 他就會去找他的Signal盤 Signal盤有可能是會是Default 像我剛才在前面那個範例 對不對 我們在這個範例來講的話 按法屬右鍵這個動作 他就是綠色Signal盤去做的動作 那他既然會跳出一個四創釣魚的一件事 就是他私立有一個call bay function 那我們對call bay function的疑惑是說 到底要長什麼樣才能改善過call bay function 那其實我們發現一件事就是 call bay function其實就是這麼的安全 甚至你可以不做什麼事啊 不過你這樣看不出來 所以我們這邊會讓他看得出來 是先音啊 好,然後過了 再用那個gpn-map 好的 要補充一下 就是在VIM裡面有一個 還不錯功能 就是Signal盤 你會發現說 gpn-mapI 都會加個顏色 這個是還不錯的功能 然後 GLAB GLAB來講 他把那些東西都包裝起來 然後把VIM裡面可以不上的工作 所以你看 我們裡面會建議裡面 用VIM裡面 用VIM裡面很好的 取代VIM裡面的系列 因為這是 就是平台的相應性就是比較低的 然後他能夠接受的那個 學習比較豐富 比方說你可以把那個AO code放在裡面 然後他也會做形式 所以我們再回來看這個執行的過程 當我們這樣執行的時候 我按下Auto F4 透過VIM裡面就把這個字關掉 那我關掉的時候呢 你會注意到他有顯示一個字 就是Hello World 那也就是說 我關閉一種 EU程式這個Signal送過來 那他傳到他的Signal Handle 然後 我們之前那個 我之前Hello World有被註冊 不是Hello World Hello這個Function有被註冊 在哪裡有看一下 Function Body在這邊 然後 他一定是建立他關聯的時候 就在那個Signal Handle 對 所以注意再回來看這個 所以他是 他那一個Signal 那他的物件 他處理的物件是一個Signal 像我剛才這樣關閉的時候 那個 運動部員就會出了一個選項 就是說要不要關閉 然後你要建 就是告訴他 如果這個 物件配處理的時候 送出Signal 然後我們註冊就在這邊 然後因為 未來保持好習慣 就是說 即便你這個都不行 沒關係 但是會出了警告 你寫一下 就是告訴他 我們要註冊一個Commet 那實際上就是 我們期望的一個體驗 那當然這整個過程來講的話 還是非常的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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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如果他第一次看的話 你才會覺得比較普適 也好 然後 我們剛剛一直都沒有講說 這樣的GDK成是怎麼去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嘗試的異議過程 好 這是 這個 這個使用GDK會有PIT的那個 面部程式 它的便利過程 那 它的MAC路 是用後鏡的進來的 那GCD就不用講 重點是這一代 重點這一代 重點這一代 現在來講的話 它使用到GDKG-Compic 好 那GDKG-Compic 它是一個 蠻有趣的設計 因為像 你要編一個GDK的應用程式 其實你要花的那個 你要用到的那些 Library跟那些header file 是很多的 我們看到底有多少 我們看一下 好 比方說來列出 要編一GDK的程式 這個 要 看 看裡面需要多少head 我們看一下 好 我們看到這個丟出來的東西 是很多的 GDK2.0 然後header 然後那個 一個困的 ADK 然後 KL GIP 然後 VType PNG 還有PixPen PixPen PixPen是跟那個 PixPen是跟那個 跟KL是整個在同一塊 好 那為什麼會分那麼多呢 基本上就是因為 其實我早上有講過 就是 因為GDK是有很多個團隊 很多個 很多個專任 整合起來的一個系統 所以 你要發現 你要編一個GDK程式 它 它也意味著 你要同時搞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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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甚至你用東西更多的話 比方說你不想用到G15的話 你用這個G15的 G15的象徵來幫助 那科普的答案是說 變一個程式 不是只有一個一個就夠了 如果你需要那個 執行時期的Library的話 就是 不太Library的話 其實不是很多的 然後 像GDK的 XMITO的移植的部分 有GDK也有GDK 第一是ZoE的意思 然後B界也就像這裡 這是比較高電子 比較B界 然後常常講說ADK啊 Pango啊 Pango裡面又有很多不同的實作 所以就是 也太好 好像看到這種 列寮 Pango還不只出現一次 然後跟Pango 跟Pango 就有好幾個 然後又還需要壓縮的韓式庫 然後跟自行主義有關 所以發現這種東西 會越來越多 而且所謂GDK的改版 然後後面的列寮越來越長 像GDK的SR 我剛剛有講過 他還可以把那個 我的Key整得起來 所以你可能發現 某一件它會有 那像這樣的情況來講的話 編譯GDK就變得很複雜 因為它很出現很多的團體 很多的團隊啊 很多的 很多的機構在發展 所以 DKGHP 它這樣的一個程式 就是提供一個一致的界面 比如說 我今天呢 我今天要編譯的 我今天 我這個程式需要都不用到 其實你可以 一個 那你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 密歷列的執行腦 你可以把 他所需的 來編譯出來 那同樣的程度 他需要的那些 headby 就是 C動態 C那個 C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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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做得輸出 那 同理啊 GDK 1K 基本上它是架在 GDK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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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 你可以把它找到 類設計網 可以看到 在GDK2.0的話 它那個 Library 就是把它印到這裡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字眼 然後這個 HConfigure 它 印那個 WebKit 它多了一個項目 那 今天不管它多的項目 是多哪一個 那 對 那製作這個 反正 你別的方法 就是很單純 就是說 後面加一個套件名稱 然後 這裡加那個 這是什麼字眼 P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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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加了 Photel 那加HackQ嗎 好 不好 電視廣告 OK 好 那就是你把它的相機加進去 然後再來要補充一個項目 就是說 這個GDK的 GDK系列的東西 其實很喜歡加2.0.2.0 那這個1.0 2.0加進去 它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 什麼叫1.0呢 1.0 意味著以前 你有0更舊的東西 舊的東西 比方說叫1.5 或1.8 總之 這後面就是API 或者API 拆輸送 Sin P P的話就是Pont excluding Beispiel X P的話就是ifying páginaír interface 所以一旦後面的數據改變的時候 代表說就是跟前板有相同的 他可能跟後來版本相同 但他前跟之前版本不相同 所以認這個數字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GTK1.2跟GTK2.0 他可以同時存在 那靠的就是靠這樣的一個 靠這樣的一個機器去辨識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編繹過程是 就是說他已經把上面這些來圍 跟這些Header把它帶進來 然後如果你用那個Automac的話 使用到Automac的話 可以把這些細節包裝起來 就是說他可以去幫你找這個 叫Hackage Component 就是這個部分的那個項目 Automac可以幫你找出來 不過前提是你要回去寫 那為什麼 在哪些情況下你可能回去的去寫 一個你可能裝得很大的 第二之後你可能是多了開發 那第三個原因是 有可能是ID幾層都出來的 像有一個 有一個NGTK開發的一個ID 整個程式叫做Majuda 我先這樣寫好 好 這總之就是一個 一個 Opensource版本的一個ID 它跟PQC的那個介面有點像 我只做一個有點像 那它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專案管理 然後它最後生出來的東西 我們先生出Peng白 它會先生出Automac 然後這次我們後面也生出Peng白 那比較麻煩就是說 因為我們專案會越來越慢慢長大 比如說一開始我們專案可能只是簡單 單純的去DK的程式 那後來它會用到Peng白 所以你就要自己去調整那個 裡面那個專案管理的一個設計 這時候就不需要去看 然後我們已經是在每個範例講完 講完的時候休息一下 所以我們來回顧一下這個最簡單的程式 基本上我們會規劃就是 我們會在層次設計的時候 會去做一個切割 就是說我們會儘可能讓面方形變小 那這邊是做一個比較不好的畫的 因為一開始寫的什麼東西小的 那一開始我們在比方好的設計 就是說讓面方形變得比較小 然後會有一個方形中的畫UI的強化部分 比如說這個部分 我就其實可以把這個部分把它抵達出來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都在調整那個 跟UI設計有關的部分 把你的板件整個配置好 那你可以把這個地方抽出來 再來是說因為我們要考慮一下互動 不管是你要離開的時候能做一 離開程式的時候能做顯示呢 還是說你按下某個按鍵 甚至你可以去抓到WebKey裡面 你可以去抓到WebKey裡面 WebKey裡面的那個Signal 比如說Below的Signal 或者那個NodeComputer的Signal 那玩之後呢 那玩之後你會找到對應的那個 Coreware Function 所以你會在你的那個程式鍵點來講的話 可能會有1台是Coreware Function 那在GDK的命名的那個習慣 這個沒有好不過好 就是一般來講 到用結尾會用那個CB 不比4就是Coreware Function的意思 所以呢 就是會有Coreware Function 然後照文化UI的 是Interface相關的部分 然後Coreware Function 那主體 那個程式國籍呢 程式國籍就是 要想好 就是你在規劃那個整個UI設計的時候 想到說你的一個 感性的配置 基本上比較大一點的應用程式 或是比較接近使用的應用程式來講 都需要做一個內壓會的平衡 像這個剛才那個HBus 這個就是內壓會的平衡 的一種方式 所以我們現在在設計的時候 就是在想說他怎麼可以切割 他還是主要切割 然後切割完是不是要再做上下切割 然後呢 有些區域呢 他可能會暫時會先平常住 增加他可以給各位做個作業 就是做個練習體 就是你可以去查CBKFN menu 他有跟你講秀這個秀的方式 事實上有秀就會有HIGH的 所以可以去找出HIGH的部分 怎麼是HIGH的 你怎麼去HIGH的 我們用Bidget出來 那你可以在什麼時候HIGH的出了呢 你可以在控備方式的時候 他也能出好 像我這邊 我這邊有一個控備方式 你可能像說 我這邊 按了這邊的選單之後 這個項目就顯示出來 有點像那個 有點像那個 GV Sunflower那樣的時候 你按了某個列表之後 就會想起了那個 DETAIL的東西會點出來 那種論這個一開始的DETAIL是 控制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一開始的DETAIL是決定 你要買多少物件進去的 那另外一個重點是什麼 另外一個重點是 我們回來看一下這個 HIGH的上層 就是在最上面我們宣告的時候 因為我們應該宣告那個 這個 Pointer的台幅 其實都是GV GPB其實 GTK Widget 因為在後面 不管是我們的WebKit 或我們的Container 然後我們那個Button 其實都是一種GTK的面積 那我們只是往下 往下做Test的動作 就是從GTK Widget Test的成這個Button Test的成GTK的WebView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這個Connation 那在後面的範例會講到這個比較複雜一點的Connation 就是說不是只有印尼卡字就完了 像我們如果要寫個印尼卡來講的話 關閉的時候你要等下要把那個 那個編輯的那些內容 就是你要寫個編輯完的內容 你要先存回去 所以你就算不熟 你要等下要寫試一下說 請到這個使用者 這個東西這些內容都沒有不一樣 但是這樣一個具體而為的一個 具體而為的一個使用WebKit Browse的那個UI的程式 可以做出來 然後另外一個重點是在這邊 知道在GTKMAN以前 就是在進入MANROOP 都是在做設計的工作 那這邊設計的動作非常非常重要 各位可以做一個實驗 不會把一些操作把它移到後面 看來這樣子才是會動 事實上是不會正確子亂 因為我們到這個地方之前 都是一個情緒的設定動作 所以譬如說 它實際上還沒有跑到真正路 但是一旦跑到GTKMAN的時候 一旦跑到GTKMAN的時候 我們的MANROOP就產車了 就是這個地方 看到這兩個就比較有一點面熟 但我們看來的GTKMAN就是 我們在這邊的GTKMAN其實就是 不叫這個情緒在這邊 NANDROOP 我們就離開這個NANDROOP 那一旦程式執行到正面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陷入一個 相對來講是執行的一個NANDROOP 還一直在等待這個事件 不然你按鍵滑鼠安全事件 冒時安全事件 冒時移動事件 反正它就是一直在這邊 一直在這邊打轉 那這些 如果它一直Page出來 就是它會看它很難練習 然後看有沒有 有沒有合用的 有沒有適合的 有沒有造成SIGGNANDROOP發生 SIGGNANDROOP有沒有出車 有出車員有沒有找到所有的 那個都被淘不去的 所以基本上要check的就是在GTKMAN之前的程式 好 大家提起的一件事就是說 在我看來講它不管是程式的那個切割 你希望說把那個意外相關的部分 寫得出來 反正只要你記錄這一點 會讓程式BLOCK做的地方 就是很麻煩的 就是你的後面防線 你要想到設計程度 讓系統不要造成別動BLOCK 你照成簡單的BLOCK是OK的 例如說你實力配音的感覺 來看你的畫面就挺配音的 可是如果這邊是做一個 打擋、打擋、打擋擋的工作 你要想用一些機制 你要說你透過的外的需要去處理 你要特別去處理 然後再給各位的那個範例的範例程式裡面 它裡面有個目錄叫做GTK Launcher 就是左上角的地方 GTK Launcher的話 它裡面有一個完整的Wabblows的一個例子 程式滿也不是很多 但是就是有去做切割動作 那你會看到有一些比較折割 好像有點多 好,謝謝 我微信你 好,OK 那我等一下回來說再來講一個例子 那我只要提醒各位就是說 看這樣的程式碼的時候 可以去注意到哪些是共同的部分 那通常要看哪些項目呢 基本上你要去抓那個 比如說在這個項目 因為這是一個很典型的設計 就是它有一定很多檔案 所以我的習慣就是 你看你去抓它 你到底有多少檔案的機能 那你一邊看這個搜尋的時候 一邊把它的檔案擠下來 就是看 加入的槍在哪裡 被加入是哪裡 有沒有,就是這些ID 然後再來是說你要去抓 然後你去抓它的那個 它那個Signal 去抓 去抓這個Signal的項目 因為重點就是這個Signal Signal 所以你搜尋完那個GTNC 的時候你就搜尋這個 有多少個Signal的項目 那從這邊我可以看到說 其實那個WaveView 其實還有這個Signal 然後你再去 之後OA方就不能追 或者你去追 你可以先把那個 它的那個Signal的項目 然後這樣一個程式 直氣讓直氣要亂起來 大概就不一樣 就是像一個 這樣一個 不過中文側面要改一下 所以才能直氣 直氣 那個Briving當然是配合的 不知不覺會把褲要休息出來 那我們等一下休息10分鐘